全明星辩论会王思佳刚复工就遭酸爱炫富嘴力回应 完全没再怕 三例都会抬大型明星辩论综艺 全明星辩论会在上周六首播颇获好评 F25 39收视0.42 观众觉得节目很好看 台湾终于有这样的节目了 节奏也很快 评审给的建议也很好 有观众更觉得如此精彩的辩论 都是时下关注的议题 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每位变手的表现皆可圈可点 评审长淘金银功不可没 这次变手阵容包含了艺人与可欧 各有各的长才 口才也都是一流 观众点明星就像美秀姐的接班人 上台的语气及肢体动作喜感十足 贺龙条理分明 很有说服力 黄豪平口若悬河 这场辩论会看出每个变手 和平常上综艺节目 及演戏时的状态完全不同 可以看出他们的紧张 吃罗斯汉专业的一面 另外曾是主播的 无疑配被称赞最多 一气呵成 清楚有条理的辩论 弄钱口才最好 又单引号 至于两队队长 本来就很会说的黄豪平很成功担任队长植入 陈芳宇看得出很努力 网友加分说 中文不是母语还能来挑战辩论节目 后面可以期待 罗莉塔对凯莉印象最深 觉得她是猛将 每次录影时她都很chill 观众首播总结 都觉得第一集因为要分组是小菜一碟 后面应该就是麻辣锅 全明星辩论会精彩就是因为两对厮杀 互咬最好看 首级黑队领先 本周第二集开始分队首战 邀请到话题人物王思佳担任飞行评审 他以非常高的姿态出席节目 我一点都不紧张 希望变手可以顶得住我的反击 让现场一阵哗然 节目派出黄豪平和杨生达担任他的救援队 没想到却被拒绝 呛那理由是给我个子比我高的 王思佳对自己信心满满 觉得要是他可以以一敌众 但变手对王思佳也有意见 直指他说什么都不会 只会炫富 买一堆包包鞋子 怎不花一些钱在自己脸上 而且时尚的很单调 主播朱祁玉更批他不是满满logo 就只有粉红色 依他的年龄应该可以找到更适合的穿着 当天穿着背笑就是荧光棒 但看王思佳气势完全不怕一一回呛 连桃子都说 公方一站到王思佳旁边 都感觉矮了一十公分 又单引号 本周变手在分队后 录影前首次安排训练课程 也是看上辩论课后成果的表现 本周面对的题目分别是面对 另一半的劈腿 我是否应该原谅他 即我的小孩想成为流量网红 该不该支持 趣味的是辩论劈腿问题时 玛丽欧是站在不应该原谅方 被吴怡配火力十足亏说 他劈腿也被劈腿过 最没有资格站在台上讨论的人 而阿喜在第一集被批最差又忘词 在本周听完评审夜天文结语后 觉得迷失自己 哽咽落泪表示 没想到辩论会有冲突攻击 太技术性了 最后又被淘金银补一枪批评 故事没说得很清楚 战况越来越激烈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感谢观看